嗨,大家好,我是艾玛 这一段时间一直特别忙 得到空了之后,天气又不是很好 所以光很差,没有办法录视频 因为之前是年终打折 所以我又陆陆续续的剁手买了一些东西 其中有一些是从国外买回来的 最近的购物分享有一点密集 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现在就开始咯! 首先就是这个欧莱雅的这个法膜 这个法膜是给受损法制使用的 因为我的发尾就一直有一些毛躁 然后这个法膜我记得没错的话 我在国内应该也用过的 就是有红盖,然后白瓶身的 对它的印象分还是不错 所以我看到之后我又下手买了一瓶 它里面就是这种白色的 味道很好很好很好闻 使用效果应该也是不错的 如果你跟我的头发一样 就是在一个比较干燥的环境下 都是比较容易分叉或者比较容易毛躁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而且它的价格不是很贵 接下来呢是身体护理类的 这个是给我们家小孩用的 这个牌子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吧 中文叫什么不记得了 反正它是一个保湿身体霜 因为它比较浓稠的那种 一点流动性都没有 对,这样的白色的 它是没有味道的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给小朋友使用 我们家小孩现在湿疹比较严重 前两天带他去看过这个 这边的皮肤科医生 皮肤科医生说 他这个可能是由于乳制品造成的一个湿疹 所以我们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给他 摄取过牛奶之类的乳制品 但是很奇怪 他湿疹一直都没有消 然后胳膊和手非常非常严重 然后医生建议我们给他擦这个湿疹药膏之后呢 要马上给他擦这个保湿性非常非常强的护肤产品 我给他用了半罐吧 这个是新的 我家里还有一罐已经开封用的 使用感觉不错 所以后来就让老公又在美国买了一瓶这个 因为挪威没有卖这个牌子 保湿和滋润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这个用起来非常快 其实如果家里有湿疹的小孩应该都很清楚吧 就用这种双类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消耗 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 还是要多买几瓶放在家里的 如果你家小孩也是用干性肌肤 或者你自己本身也是干性肌肤的话 你可以买这个牌子来用 继续还是一个身体护理类的产品 就是这个牌子 这个牌子的这个也是身体霜 还是有一个修护和保湿的一个效果在 它同样是没有香味的 因为我这个也是想买给小孩来试用一下 看他的皮肤适不适合抹这个 这个也是在美国买的 这边也没有卖的 这个牌子我记得最有名的 应该是一个燕麦的一个身体乳 我在国内的时候也用过 给我家小孩也用过 他一出生就是有湿疹的嘛 就是所以当时擦那个的感觉还好 但是大家也知道国内的这个气候 都是比较暖和比较湿润的 所以湿疹不是严重 到挪威来了之后呢 就是因为气候一变得很干燥 这个气候对湿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我一直在不停的尝试给他找这种各种 能够缓解湿疹症症状的一个身体产品 所以我就搜索到这个了 希望这个也有效果 接下来还是在美国买的 在美国我是在这边 Auto Beauty这个店里买的东西 刚才介绍的就是在美国买的都是在那家店里买的 好然后这个就是鼎鼎有名的这个玫瑰喷雾 这个非常便宜才8块多美金吧 就有时候洗完脸了之后 我不想用手拍那个爽肤水的时候 就这样对着喷一下 如果是懒冰上来了 所以我就非常需要这种带喷头的这个化妆水 这个牌子也是比较有名的 然后买了一个保湿的乳液 对它是这样的 它是一般或者干性肌肤使用的 而且它是带防晒值的 它有30倍防晒值 所以这个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用在白天比较好乳液 这个是室内香氛 这个牌子我经常经常买 是在挪威的一个家居店里买的 我觉得不是什么非常有名的牌子 可能就是挪威本地的牌子吧 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闻 我家之前用的那个灯 到时候我在空瓶机里跟大家分享 非常天然的味道 能够提升家里的那种温馨的感觉吧 好接下来这个是尼维亚的一个身体乳 我已经开用了 它已经有好久好久好久的历史了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它的一个介绍 那么这个身体乳呢 我擦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滋润力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不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非常难推 它高体非常非常的硬 然后你推开之后 感觉它吸收很慢 因为你会看到有白色的高体 在你的皮肤上 就是它不会很快的吸收进去 除了这个缺点以外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好 但用完这个 我应该不会再买这种了吧 我推起来真的太费劲了 接下来还是在美国的 这个Utomite的一个 这个是Bye Bye Under Concealer 打开就是这样的 非常小的一瓶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主要就是我用来遮黑眼圈的 它好像还有遮一些别的什么痘印之类的 我买的是Light 它好像有三个颜色吧 如果用的好的话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是超级大熊猫眼 包括眼袋也比较深 非常需要这种眼下遮瑕的东西 这个呢是威姿的一个身体护理油 这个我是给 基本上是给秋冬天来囤货用的 这个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版本的 就是这个玻璃瓶的 我觉得包装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它的油可以看到非常的流动性非常强 应该是比较好吸收的那种油 使用效果好的话再跟大家分享吧 好接下来这个是欧莱雅的一个身体美黑的一个产品 它可以给脸部和身体来使用 我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 我夏天的时候就是想有一个健康的肤色的话 我就会擦这个 欧莱雅的一个腮红组 它有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已经用了大概有两三个两个星期多了 可以看到我用的最多的是这个粉色 这个名字叫flamingo dance 这个颜色就是我现在脸上的这个颜色 比较自然的一个粉色 非常非常的粉嫩 这个是第一个颜色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五个颜色 我最喜欢的就是第一个颜色 我觉得第一个颜色非常的粉嫩 这几个颜色我擦的机会都不是很多 因为我平时都是画淡妆 这个babybee的小朋友用的身体乳 也是在网店打折的时候买的 闻不到味道 它缩疯了 这个要用的好的话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接下来是路德青细白晶透淡斑精华 这个月我就是疯狂的想美白 它是这样的 我几年前的时候用过很多路德青的产品 我对这个牌子还是挺有好感的 所以试一下它这个淡斑精华 看有没有效果 护手霜 这个牌子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我是挺喜欢它的味道的 所以买了 而且有小小的 适合放在包包里 这两个东西 其实一样的 我就拿出来说一个 这个是我老公住在酒店里的时候 送的 它其实是一个就是 帮助你睡眠的一个东西 一个喷雾 它就是这样小小一罐 味道呢就是比较能够让你神经舒缓的一个味道 然后是elf的blending eye brush 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看的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 我是要凑免油 所以买了一个小刷子 也不是很贵 还有个梳子 这个牌子 这个梳子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就是湿发来使用的 你看它这里都是漏水的洞 而且这个梳子非常轻 这个质感好好啊 颜色也挺虚滑的 好 然后是尼维雅的水油分离眼唇卸妆液 这个最近非常非常多的人介绍 我也没用过 所以买个来试一下 特别便宜 这个makeup remover 这个也是我 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凑单买的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然后这个牌子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吧 这个是一个磨砂 面部磨砂 然后买的是给Sensitive Skin用的 味道很好闻 就是那种黄桃的那个味道 就跟它这个上面一样的 我记得这个好像很多人推荐过 然后如果是比较敏感的肌肤的话 也可以买来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新的啊 我还没用过 如果用的好的话 一定跟大家推荐 这个牌子都在挪威非常非常少见 然后我那天逛街的时候看到一家小店有卖的 我特别开心 OK这个 这个是我买过来送人的 这个是一个highlight的palette 里面是有三个highlight 然后这个洗发水 欧莱雅这个洗发水 它是给非常非常受损的发质使用的 我买了一个小瓶的250毫升的 如果用的好的话 我就想买那个家庭妆的那个来用 指甲油 acid 这个指甲油 颜色是什么 1039吗 反正这个紫色的 然后里面带一些小亮片的 挺好看的 挺显白的这个颜色 我从来没有这种紫色的指甲油 所以这个颜色还是没有彩雷 挺好看的 好这个 是又也 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个粉底液 超便宜 大概就70多块钱吧 我买的时候它只有一两瓶了 而且色号比较奇怪 它是偏粉一点点的颜色 但我觉得我用下来又还好 所以我就给买了 试用一下吧 毕竟这个牌子在挪威真的是没有 也是在一个小店里发现了 几乎没有流动性 然后比较奶油的那种 味道不是很喜欢 有点怪怪的味道 挺白的哈 反正偏粉的一个颜色 我希望我到全脸使用的时候 不要反差太大 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电话线的那个发绳 我其实已经扎上了 我觉得这个发绳 非常没有负担的感觉 就是它容易松以外 但是扎头发 就是不会让头皮非常紧绷 很舒服 然后就算散了也没有关系 随便扎一下就买了一盒 如果做事的时候 平时就这样扎着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 或者用它扎丸子头都非常方便 哦 还有一个这个牌子 跟那个梳子一个牌子的眼影刷 接下来是几个口红 隆重介绍口红系列 首先是这个NURSE的唇膏笔 它的颜色是非常有名 Dolce Vita 这个颜色 就是我嘴巴上的这个颜色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 我觉得无论是偏白 还是肤色偏黄 我觉得都可以驾驭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非常自然 就算你不化妆 或者化淡妆 或者化浓妆 我觉得都百搭的颜色 我超爱的 就我嘴上这个颜色 超喜欢 它用专门的那个 卷笔刀来削它 而且它用起来非常快 因为它膏体比较软 我的嘴唇也非常干 而且很容易起皮 纹路也比较多 但是这个擦在嘴上非常舒服 不黏 一点负担的感觉没有 就像没有擦任何唇部产品一样 我觉得非常提气色 很温柔的感觉 这个我就是每天都会戴在身上 然后每天 早上出门之前就会擦它 补妆的时候也会用它 反正就超喜欢 蓝蔻之前那款金属色盖的那个shaker 那个我用的比较少 那个我最多就是在唇膏外面再补一层 就让它有一次很光泽感 但是它的持久力不是很好 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点反肝 所以我用它用的比较少 这个是新出的 然后那天在妆柜试了一下 觉得它的显色度真的很好 用之前要摇一下 里面会有一个滚珠 我买的这个色号是374 非常显白的颜色 皮肤是比较自然 跟我一样比较自然的颜色的话 或者你的脸上瑕疵比较多 那么你不要不化妆的时候用它 这个颜色非常适合 就是你化了妆 有底妆的情况下来用它 就非常非常的显气色 皮肤非常白 牙齿也很白 这个颜色 还是一个Matte Shaker 这个是272 非常有名的 我本来也想买270的 270没有了 卖完了 这个颜色非常温柔的 其实我也很喜欢 不管你有没有化妆 我觉得都适合擦了一个颜色 很美啊 这个其实是我买错了 这个颜色 这个系列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法语 不会念 色号是66号 它是这样一个颜色 非常软弄 其实也挺好看的 买错了 竟然也买了一个还可以的 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的这个肤色 反正我在镜子里看的话 我觉得可能太跳了 这个颜色 但是我在镜头里看好像又还好 所以不知道了 我改天把它擦在嘴上做一个视频 看一下 好 接下来最后两款是这个YSL的唇膏 哦 这个是银管的10号 比较护唇 老版的 我以为是新版的 它新版里面应该是有小嘴唇的一个形状 嗯 就更滋润一些 但这个是老版 它也是一个偏橙色的 这里 这个冬天的时候 我就拿它当护唇膏来使用的 颜色比较淡 挺好看的 然后这个是金管的14号 14号应该是个热门色吧 是橙色的 挺好看的 还好这一次买的这几个唇膏的颜色都不是很接近 有深有浅 然后不同色系的 还好 味道就一如既往的一股甜甜的水果的味道 我还有一款这个金管的是12号 那个12号的颜色就更加的水红色一些 这个是那个路德清的细白修护晚霜 这个我记得我以前用过的 最近面霜类的产品消耗的比较快 所以就多买一些这个来使用 它里面还有什么维生素C 肌腿暗沉 写的都挺合我胃口的 不知道效果如何 最后就是我超级期待的东西了 SK2超基因钻光静白精华 我买的是个50毫升 它有30毫升的 我觉得太小了 我担心30毫升用完了效果还不是很明显 就是还没有起到作用 所以我买了个50毫升的 瓶子真的很漂亮 雷射光 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吧 如果它的美白效果真的能够看得见的话 我应该还是会持续买下去的 虽然我的心在滴血 这个多少钱 好像将近1000块吧 50毫升 OK今天的东西都讲完了 我就可以拆开用了 我真的迫不及待 而且装他们的这个袋子都已经装不下了 都已经掉出来了 好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